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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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安天娜 最新公佈就是香港的圖書館的藏書量不達標 不是今年不達標 而是過去幾年都不達標 這樣當然很多香港政府就說因為疫情關係所以所造成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疫情關係 大家心中有數 因為香港處處禁區 而我們的康民處也好 或者我們香港的圖書館也好 他們要做的就是肩負香港的國家安全 他畫那條紅線 即是處處禁書 因為國安法並沒有提供一個所謂的名單 哪一些可以扣入 哪一些不可以扣入 而更多的是什麼 更多的就是香港的出版社 他們怕做錯事 就是說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索性的稍為敏感的題材 或者那個作者比較敏感 他們都不會拿 更多的當然就是一些台灣出版社的重書 在華民社會 出版界最豐富的當然不是大陸 一定是台灣 所以我去台灣我很喜歡行書局 尤其是二手書店 但是你問我再去台灣的時候 我會不會大量的書買回來 我自己的心都會有一個界限 就是我不知道哪些書買得 哪些書不買得 實際上來到已經是禁書時代 香港的出版社 我們賺錢 有多少出版人 或者真是書商 甚至是一些作者 他們夠膽公然地 即是說 將自己的想法 將自己的想法 做法寫出來 當日傳媒 它本身都成為了禁區 當立場新聞 只不過有些薄俠燈出來 它都成為煽動的罪名 香港的出版業只會越收越窄 連網上一些評論文章 都可能引發國安法的追捕 而香港過去成名的作家 一是它就在網上發佈 第二 就是寄居於台灣 希望台灣出書 你就看到鄧小華 他們就已經去了 你看到李儀 李儀生前都已經移居了台北最新的 他出了一本回憶錄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 或者在香港能夠看到 因為對於中國來說 李儀就是一個本土派 我們明白的 我們明白的 怎麽才明白呢 即是說 當日中國的禁書 你要找這些禁書 在哪裏找呢 香港 香港做出 結果現在香港禁書處處 你要找到這些 或者真真正正討論 過去無論是六四雨傘 或者文革 或者1949年發生什麽事 國共內戰發生什麽事 甚至再遠一點的清朝或者秦朝 甚至關於長津湖一些真正的史料的話 你只能夠在台灣那裏找到 以前香港沒有 我們可以去一些細書店 我們去田園 去樂文 去很多地方 甚至剛剛開始 早十年八年 你可以去哪裏 甚至成品你都找到 今時今日 香港和大陸已經再無分別 因為所謂的開放 不單只是思想的開放 最重要的就是言論的開放 言論的開放 其中一部分就是出版的開放 當你大量的禁書 大量的紅線 甚至大量的作者 你不知道會不會觸犯法例的時候 你索性不會採購他們的書 這樣的話 你就見到香港圖書館 兩樣東西 一是大量的書落架 第二 你補充不了 你也不敢補充 而香港的出版社已經全面一面倒 你說三中商 三聯 中華 商務 國際視野或者政治稍為不正確 不要說不正確 就是說有些觀點 是中間偏向的 沒有偏向任何東西 一個中間去分析一件事的時候 只要不利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 那你敢不敢出 不敢 也因為這些才會真真正正令到香港消亡 看一個圖書館的藏書 你就知道那個地方的開放程度 所以上次我做節目 我去了台灣 我去了高雄 我很喜歡走台灣的圖書館 很喜歡走台灣的書局就是這個意思 英文不厲害 日文不厲害 中文起碼看得明白 尋求知識 有時候很多人買 不如在網上看 但我還是習慣有本書 因為網上的東西不會詳盡 不會有太多的論述 就像我做節目那樣 片言隻語 但是真真正正想看多一點的角度的話 這樣 書就是一件很好的東西 但是現在香港還有多少人寫 姆以年月曾為例 年月曾 現在離開了香港 但是她的書 會不會在香港出版 起的書會不會再出版 問題就在這裏 臺灣已經成為了中國 海外華人也好 唯一唯一的真真正正有出版自由的地方 希望多些人看書 令到書的價值永遠長存 不要只是沉浸於網絡的世界 如果不是的話 即使中國共產黨不將你列為禁書 你必然因為銷路 因為出版社的脾肺問題 都會越來越少 我喜歡看副冊寫的書評 是啊 我很喜歡看副冊寫的書評 但是一個對文學 對歷史這麼尊重的出版人 今天都在大陸被拘捕了 這把車究竟去到哪裡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看一下訂閱有沒有被取消 如果大匪叫做過得去的 給個訂閱我 也都可以支持大匪多些 就是加入會員 在Patreon 也都可以pay me 請大匪喝杯咖啡 再見 拜拜